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欧战争进入第588天 首先来看看过去24小时的战况 巴默特前线,克里士吉夫卡方向 责任,乌军在T0513公路 与巴默特市区之间的森林继续推进 并占领了两个对俄罗斯人来说十分重要的阵地 与此同时,他们还成功地在克里士吉夫卡和安德里夫卡之间越过了铁路 并稳稳地控制了新阵地 对于乌军而言,这条铁路一直是一个障碍 因为它经过的地方地势很高 两侧都是低地,俄罗斯人在这里建立了防线 甚至还挖了地下防空洞 但经过不懈的努力,乌军还是成功地将俄罗斯人撵了出去 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功 因为被乌军占领的这段铁路线地势较高 可以看到整个区域的广阔田野 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 如我们在昨天的战报中所说 为了守住这里,俄军过去一段时间不断地采取肉搏战术 造成了可怕的损失 至少有三个俄军旅几近被摧毁 在他们撤出之后,整个地区失衡遍野,惨不忍睹 有俄罗斯军事博主透露,俄西部军区司令安德烈 意外诺维奇色切沃伊总将为此已被解除了指挥权 库九米夫卡方向俄军第130集团终于将自己撤了出去 估计是由于严重受损被迫后撤修整了 目前俄罗斯第三集团军用动员兵部队来填补这里的空白 在T-0513公路一带,俄罗斯人利用这里雷区较小的特征 发动了装甲纵队的反击 但迄今为止并不能成功 T-0513实际上有乌克兰火力控制 俄军用大量的雇佣兵和动员兵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 就是为了阻止乌克兰步兵的前进 为他们在巴木特河上修建密集的堡垒防线争取时间 阿富迪沃卡,顿捷茨克,马林卡前线 在顿捷茨克机场附近的奥皮特涅村东部 平静了几天之后,乌军再次开始猛烈进攻 取得了小声 目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马林卡方向,马林卡以南和东北部的两个据点的战斗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两个据点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顿捷茨克伪军头子补西林在俄罗斯决定收缩圈子 将一部分攻击阿富迪沃卡的部队 调给了顿捷茨克事后 加大了对马林卡的进攻 并把卢干斯克人的部队放到了第一线去滚雷 东部战线终于有了丹捷茨斯带领的亚素12队的消息 他们在克里米纳西南的森林中 成功占领了几个重要的俄罗斯阵地 目前这里的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 其他东部地区双方以炮击和空袭为主 俄罗斯人24小时内发射了566发炮弹 并进行了创纪录的23次空袭 南线西战场到目前为止 整个科帕尼、新普罗、科皮夫卡、维尔伯维战区 已经解放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重创了俄罗斯人的精锐部队 第7和第76空降兵部队 以及其他一些大型部队放血长弓 迫使后者后撤整补 并将仅剩的预备队从后到防线前移至接触线 必须称赞一下乌军的战术 真正的高手出招不同于常人 他们炒菜时从来不用大火爆炒 只用小火慢炖 打仗时从不从中央突破 总是旁敲侧击 在不知不觉中就将对手的血放干了 目前这里的新焦点是新费多里夫卡 昨日俄军派出增援部队被击溃 第56空降团依旧被关在里面 射到三面攻击 在新普罗科比夫卡和维尔伯维 激烈的挨家挨户村站仍在进行之中 在两个村子之间的斯洛维金县区 乌克兰第82旅有效的对西南部的壕沟 带进行了火炮攻击 躲在壕沟里的俄军坦克 也被海马斯精准击中 他们还摧毁了俄军一个大型的弹药库 俄罗斯人希望利用他们的防御攻势 特别是龙牙和战壕 来阻止乌克兰部队在这里的前进 并不断的创立新的防御阵地 但乌克兰部队的火力强度 是俄罗斯在修建战壕时没有想到的 这里还有一个新特点 俄罗斯炮兵火力每天都在大幅下降 传言 在新普罗、皮肤卡、维尔伯威之间的 斯洛维金县第三次被突破 南线东战场 俄罗斯人利用乌克兰排除的雷区通道 对乌克兰部队发动了装甲纵队攻击 经过艰难的战斗 乌克兰部队在击退俄罗斯计划部队进攻后 还城市占领了俄罗斯人的几处战壕和阵地 极大改善了这里的态势 与此同时 乌军炮兵对旧莫利尼弗卡下起了包丹雨 摧毁了俄军至少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 个人感觉 乌军在南线东战场有故意示弱 吸引俄军来攻的意图 前两天在乌洛扎音就是如此 发动反攻的整个俄军塔和纵队都被摧毁了 损失十分惨重 卖网昨天出现了乌军的钢铁洪流 趁着夜色滚滚向南的视频 很可能接下来进攻要提速了 诚然 自反攻开始三个月以来 乌克兰军队仅解放了被俄罗斯占领的一小部分领土 然而 这场反攻的成败 不能仅以平方公里来衡量 在前线之外 乌克兰军队正在稳步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 并有条不紊的为未来的进步创造条件 这一进展在克里米亚最为明显 最近几周 乌克兰军方在克里米亚半岛 发动了多起具有战略意义的袭击 克里米亚半岛自2014年初以来 一直被俄罗斯占领 并成为当前俄罗斯入侵的重要后勤枢纽 俄军队克里米亚频繁的袭击 威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南部的补给线 同时 也使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西北部维持存在 变得越来越困难 英国前国防部长华莱士表示 他在辞职前曾要求首相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 并称俄罗斯军队正在崩溃 乌克兰已经掌握了克服可怕雷区的新战术 而风暴阴影的袭击正在摧毁俄罗斯总部 我们正在见证克里米亚战争的开始 华莱士最后说到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接着目前 摧毁了俄军装甲车已突破9000辆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0月1日 乌克兰攻击无人机 袭击了距离乌克兰超过500公里的 位于斯马伦斯克的俄罗斯导弹工厂 该工厂生产KH-59导弹 据其四分之三的无人机精确命中了目标 俄罗斯洞河畔的罗斯托夫 一个大型的军需仓库着火了 由于无法及时更换零部件 俄罗斯最大航空公司一天内 三架飞机发生故障 由于技术故障 飞机无法按时起飞 西方制裁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摩尔多瓦能源部长维克托帕里科夫 在欧洲大西洋可持续发展论坛上 发表讲话时称 我们将不再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购买天然气 共和国通过在欧洲市场上购买天然气 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继续崩溃 达到了自苏联基地以来 前所未见的低水平 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1978年 丹麦再捐1350万欧元 用于欧洲防务局为乌克兰联合采购火炮弹药 波兰宣布已修复第一批 在战斗中受损的鲍尔坦克 现已将其送回乌克兰 德国更新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援助 包括装甲车扫雷车 野战桥梁等等 今年前三个季度 德国已拨出33亿欧元 终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土耳其私人武器制造商 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艇大口径的M2机枪 这些机枪可以与装甲车结合使用 欧盟27国外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非正式会议 讨论支持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并为即将到来的和平峰会做准备 他们还前往了基辅的列士墙 悼念那些在这场 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勇士 白宫表示 美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尔尔 在宣布这一消息时收到 如果普京认为他能比我们支撑的更久 那他就错了 乌克兰背后有一个强大 非常强大的国际联盟 我们很快将向乌克兰提供另一批的援助 以表明我们将继续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 是的 俄罗斯人错了 战争打了586天后 欧洲的强力支持还在 美国的强力支持还在 他们不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真正的实笔不在史观的手里 而在人们的心中 不管俄罗斯人如何标榜 反噬自己的行为 都不能掩盖他们对生命和自由的践踏 对联合国宪章的背弃 这一点已经在联合国的多次相关的表决中得到印证 那些想要通过开疆拓土来名垂青史的人 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历史潮流的反面 并将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或许这就是这场战争 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教训了